2024年7月13日18时11分 美国总统选举历史上 发生了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时刻 美国前总统川普 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农场 为2024年总统大选进行造势演讲时 遭到一名年仅20岁的美国男子枪击 子弹穿过川普的诱饵 他的面部染上了鲜血 在特勤人员的保护下 他迅速离开现场 并举起拳头高呼反击 这一历史时刻被美联社摄影师拍摄下来 背景是美国国企 两天后7月15日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提名川普 为2024年总统候选人士气高昂 举国上下普遍认为 川普将稳操胜券 赢得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 现任美国总统拜登年事已高 精神状态欠佳 民调大幅落后于川普 最终被劝退2024年总统大选 7月21日 拜登宣布退出2024年总统竞选 并支持现任副总统贺锦丽 Kamala Harris 接手挑战川普 进驻总统大位 贺锦丽的从政经历较短 缺乏行政管理和指挥经验 因此不被外界看好 然而 出乎意料的是 贺锦丽在宣布参选后的24小时内 竞选活动筹集了8100万美元 创下了总统竞选捐款的新记录 在接下来的一周内 九个摇摆州的民调结果各有胜负 川普失去了领先优势 至7月底 贺锦丽的民调支持度 开始超越川普 这次 我们将探讨贺锦丽的八字 看看她 是否具备成为总统的命运 为何一位历练不深的女性能够有机会竞选美国总统 她有机会击败川普成为美国的第一位女总统吗 在讨论贺锦丽的八字运程之前 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川普的八字 看看她的弱点在哪里 如果贺锦丽能够攻破川普的罩门 她将有赢得大选的机会 关于川普八字的详细解说 请参考川普八字 2024美国总统大选的胜算影片 里面解释了 为何川普一生 充满法律纠纷和财务争议 以及自2023年以来的四项刑事指控 诽谤 丑闻和财务欺诈的败诉 仍然能轻松获得美国共和党的支持 参加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 川普出生于1946年6月14日 那天是丙须活狗年 甲午木马月 即位土羊日 她的出生时辰是上午10点54分 及几四土蛇时 日天干是吉土 是日主 代表川普本人 从八字生肖看 川普具有狗的凶猛强硬 马的竞争性强的个性 内心也有羊的忍辱固执特性 隐藏着蛇的聪明狡辩 吉土是阴土 可用农田来代表 能生长各种蔬果花卉 阴土是大地 不怕被践踏 体现韧性和持久性 意味着一个人 在面对压力时 能够承受挑战 想出不同的解决方法 生肖狗和羊熟土 代表川普与朋友 同僚和事业伙伴的关系 生肖马和蛇熟火 代表川普的父母 顾问团 支持者或保护伞 四蛇 五马和魏羊 同时出现在八字 形成三会火 递之火是很旺 默克土 月天丹的甲木 代表川普的压力 工作事业和法律问题 甲木和日主 吉土相遇合成土 这表示川普能化解 外界压力 转化为个人力量 川普的八字命盘 一片火土 火生土 日主吉土旺籍 这种八字命盘 是一种从旺的特别格局 火和土是八字的喜用神 大运和流年玉 火和土代表好运来临 房地产也熟土 让它成为亿万富翁 因此 土和川普的收入相关 带来财务收益 火则与热 夏天和红色相关 红色成为了川普最爱的颜色 沐与川普的事业 权威 职位 和法律有关 土吸水 谁与川普的财务 女性和黑色相关 可能导致财务损失 金代表他的观点表达 和行为表现 金生土 金是土的小孩 金会消耗日中母亲的能量 暗示金会带来 川普的负面声誉 金和水同时 金人大运和流年 应该会给川普带来厄运 川普从1983年 到1992年的十年大运 是雾虚土狗 雾土是羊土 也是高山 生肖狗属土 天干地之皆土 土是金财 川普在这十年间 抓住了创造财富的机会 在37至46岁之间 建立了他的房地产帝国 从2003年 到2012年的十年大运 是庚子金属 生肖属于水 金生水 水是破财 金是损育 川普的人际关系 与财务遇到挑战 川普的投资企业 在1991年 1994年 2004年 2009年 和2014年 面临破产 其中两次发生在 庚子金属大运 特别涉及赌场 和娱乐度假村的投资 由此可见 川普的罩门 在于水 金生水 金对他也不利 水代表女性与黑色 川普在与女性的官司中 均败诉并赔钱 两次离婚 也导致破财 黑贵命 在川普纽约大楼抗议 失去女性 和少数群体的选票 使得川普 很难赢得选举 金代表川普的后辈 而美国的Z世代 已经长大到27岁 他们会将选票 投给78岁的川普吗 贺锦丽 出生于1964年 10月20日下午9点28分 日光节约时间 美国加州奥克兰 她的八字是 甲晨慕龙年 甲虚慕狗月 人饮水虎日 更续金狗时 日天丹为人水 成为日主或命主 代表贺锦丽本人 八字纯阳 具有男性的性格 个性开朗 光明磊落 生肖有龙掌权 有虎掌室 有狗的忠诚 生肖龙和狗 都属羊土 象征高山之土 土吸水 土代表工作事业 压力 男人或法律 生肖虎属木 水生木 木代表严心表现 生育口碑 才华斩露 也象征绞脑汁 耗损能量 日主人水 受到刻鞋交加 元气不足 金生水 石上更金代表父母 导师 教育学习和保护盾牌 羊土刻日主的羊水 被称为七杀 隐喻凶恶小人 甲木是羊木 被称为石神 代表智慧才华 言语表达 策划方略和享受美食 甲木刻羊土 是所谓的石神之杀 贺锦丽的八字 有三个七杀 被三个石神压制 如同不肖坏人受到监管 贺锦丽在美国加州 任检察官和检察总长 超过十年 依靠材质 在男性主导的环境中工作 人水 玉木出风头 玉土走事业运 土出天甘泽官运腾达 出人头地 水克火 火代表财富 火生土 钱财助长官运 因此 要从政需要土和火 从四岁到二十三岁的 两个大运士 鬼水有机 和人水深猴 鸡和猴鼠金 走金水运 水克火 火代表钱财或父亲 贺锦丽的八字 几乎无火 与父亲元宝 金代表父母与教育 父母都是大学教授 贺锦丽七岁时 父母离异 母亲求职于不同的大学 家境不富裕 在黑人社区 抚养两个女儿 1989年 贺锦丽取得法学博士学位 从1989年 到2008年的二十年大运 是姓魏金阳和耕武金马 杨书土 贺锦丽开始工作 从1990年到1998年 他在加州奥克兰 担任副检察官 以强硬著称 起诉帮派暴力 毒品贩运 和性侵害等案件 马属火 马与狐狗相会 形成银武虚三合伙 2004年 他成为检察官 收入大幅增加 从2009年到2018年的 大运式集司土舌 命中贾木 与己乡和成土 走事业官运 时尚有耕金贵人护身 生肖蛇属火 生土 财官两得 2010年 他当选美国加州总检察长 2016年 他当选美国联邦参议员 生肖虎座于夫妻公 2014年 是贾木五马年 与命中的虎和狗 形成银武虚三合伙 财运亨通 他连任州检察长 并与加州律师道格 艾姆霍夫 Duck Amhoff 喜气洋洋地结婚 从2019年到2028年的大运 是雾尘土龙 生肖龙属土 再走十年官运 雾土如高山 官运冲天 2020年 拜登在总统大选中 击败川普 贺锦丽成为美国首位女性副总统 2024年 是贾尘穆龙年 日主人水生贾木 口齿伶俐 律师口才 才华横溢 贾木时神 震助雾土七杀 拜登退出2024年 美国总统大选后 贺锦丽成为总统大选的 民主党候选人 接下来 我们要比较贺锦丽和川普的官运 看谁的运势较佳 能在总统大选中胜出 川普的命运是 吉土 蜀鹰土 是从墙格 洗神喂土 贺锦丽的命运是 人水 蜀羊水 是石神之沙格 洗神同样喂土 2024年 是贾木城龙年 龙属土 两人都走运 贾木克吉土 在核化成土 使川普逢凶化吉 贾木是贺锦丽的石神 用以压制男性 提升名气 川普的大运 是人水鹰虎 虎与命中的马和狗 形成鹰虎虚三合火 火生土 代表他的支持者 遍地热情造势 人水是大水 有覆盖鹰土平地的能力 削减川普的人气 谁也代表川普的财富或女性 贺锦丽的大运 是雾尘土龙年 天单直接喂土 打通官运 贺锦丽的大运 相对较有优势 川普的八字中 有正官和正印 适合当父母官 有总统的命格 而贺锦丽命中的七杀 又称偏官 还有萧印 也叫偏印 是副总统的格局 贺锦丽八字的弱点 是萧印度时 以后 她的幕僚 或亲近她的人 会出问题 影响她的声誉 从格局来看 川普胜出 川普的机身是水 黑色属水 水代表川普的女性 而贺锦丽的命缘是水 作为女性 有非洲异血统 常穿黑色衣服 这对川普的选举不利 因此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中 女性和非裔选票的争夺 将是关键 由于金生水 美国Z世代的年轻选票 也可能影响选举结果 川普的枪击事件 所带来的光环 逐渐减弱 对总统大选未能造成绝对的优势 贺锦丽的出现 运势强劲 让川普面临新的巨大挑战 川普和贺锦丽的总统之争 目前呈现五五波的局势 2024年11月5日 是美国总统选举的投票日 恰逢鬼水有机日 鬼水与贺锦丽大运的雾土相合成火 财气交往 胜算略高一点 然而 川普的日元位挤土 如大地一般不怕践踏 经常能在严刑失误 或策略失败后败不复活 不能当上美国总统 还需看天意 相信美国公民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有兴趣查看自己八字流年 和人生起伏图者 也可我的八字网站 5d8z.com免费领取 它需要你的生日和出生时分 感谢您的收看 祝顺心顺意 幸福吉祥 别忘记点赞 分享 留言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